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少爷气得上阁楼拿枪报仇 结果着了火药 被炸死了 柳太太晕厥过去 他中年丧夫 老年丧子 再重新醒来 又觉得一切都是命 五回在原地坐了一天 哥嫂来找他回去 他就推开哥嫂 说 新娘被白风寨抢了 那个女人救了我的命 说完 他就扛着卑椅 去往白风寨 走了一天一夜 天黑时到达白风寨 之前在那里有个花旦正在唱戏 五回看众人都望着气台 便趁机往大宅而去 不料 大宅门口站着守卫 五回赶紧逃跑 守卫却一大喊着追来 戏唱完了 花旦脱掉戏服 回到宅里 其他土匪都还跟在后面夸赞不停 原来 唱戏的花旦正是白风寨寨主 堂景 寨主 带回来这女人 也是弟兄们的一番好意啊 好歹你给一句话啊 这时 五回也被押上来 门嘴大喊着要见寨主 堂景换了身衣服 从楼上下来 五回愣了一下 认出是刚才那个唱戏的 并不像其他土匪那么凶神恶煞 不由放松了些 堂景问他什么事 他看着堂景面前的一桌饭菜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我 我饿了 酱 我两天水米没沾牙 你吃吧 五回大口跟起猪蹄 堂景仔细看看他 平推了左右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讨回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 不 我帮柳家背的女人 我要是不给呢 你不给我也没办法 我都打不过你 再走 你哪里寻不到一个好女人 偏要一个下沉没毛的白虎心 你说她是白虎心 就是 就是嘛 心不心有你 五回在白虎寨外头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又被拉进寨去 新娘就在屋子里 唐景则立在另一边 命手下断来两碗酒 酒里有毒 五回亲眼看见 唐景为狼狗喝掉其中一碗 狗刚出门 就倒地死了 我明着跟你说 这酒里有毒 会聋了你的耳朵 喝了它 我成全你们 我说话算话 唐景不落坏名声 我快盯着剩下的那碗酒 抽出片刻 阴影而尽 酒里没有毒 唐景也说话算话 把新娘交给五魁 走时 一群土匪笑呵呵地送她 小子 宰主说你有情有义 等送完的女人 到白虎寨来吃凉了 五魁回头 金寨主还在城楼上目送 并跟新娘一起跪下 谢寨主不杀之恩 回去路远 五魁照规矩 让新娘做卑椅 一路把新娘背回柳家 柳家迎回了少奶奶 柳太太说 五魁是柳家的恩人 赏了她一袋小米 夜里 柳太太来访立 让少奶奶脱光衣服 蹲在一个洒了灯灰的脖子上 再从活鸡身上拔两根毛 在少奶奶鼻子前撩一撩 少奶奶忍不住打了喷嚏 结果 灯灰纹丝没动 柳太太就很高兴 知道少奶奶在白风寨里 没失清白 之后 在命人在院里点灯 让少奶奶坐在旅背上 绕着灯走一宿 到天亮时 慧气才算去掉了 柳太太为少爷办明婚 五魁被教许帮忙 她抱着少爷的雕像 跟少奶奶行完拜堂礼 事后 马嫂来找五魁 说豆腐方的吕师傅 回山东老家去了 太太看五魁是柳家的功臣 有意让她来做长伙 当长工一年 能得两袋麦子 哥嫂立马替五魁答应了 从此 五魁住进柳家的豆腐方 麦里抹豆腐 豆腐方在高处 五魁低头看见院子里 少奶奶面无表情地 抱着木头人出来 把丈夫放到椅上晒太阳 少奶奶的日子 是跟木头人过的 到了夜里 她还得把木头人 抱到床上躺着 五魁看着 也没想太多 只管瞎力气干活 有一天 少奶奶上来提热水洗衣服 她才知道 少奶奶过得不好 少奶奶洗衣服的时候 衣服领口敞着 五魁看着那白颈子 有些呆了 少奶奶发现 忙把领子扣上 五魁 把你衣服换下来 我洗洗 我没衣服 哎 年轻时候的衣服呢 那是我哥的嘛 少奶奶回去就翻箱倒柜的 找了条金布裤子出来 没拿去豆腐坊 而是洗好了 挂在豆腐坊外的筛布绳子上 过一会儿 少奶奶出门看 只见绳子上别的都收走了 就那条裤子还留着 她只好去豆腐坊找五魁 你是木头呀 还要我亲手交给你不成 五魁惹你了 五魁你出来 把眼睛睁大 看清楚点 五魁这才明白 那裤子是少奶奶给她的 她高兴坏了 穿着裤子 在豆腐坊里上蹿下跳 突然一回头 却发现柳太太 站在豆腐坊门口 柳太太进来看了看豆汁 各方面都还满意 便转身往外走 走时随口问 回到宅子里 柳太太吩咐马嗓 少奶奶在一旁 听着没作声 可下回再抱 木头人晒太阳 少奶奶就不慎 失了手 把木头人摔地上了 柳太太没发脾气 只说弄坏了 我再请一个 少奶奶也不肯认错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不要这次木头 我不要 我不要 柳太太这才过来 甩了少奶奶一巴掌 她是女男人 你不陪谁陪 太太 少奶奶是孩子 她不懂事 你让了她这回吧 没规矩 你趁早死了这份心 接下来的大雨天 少奶奶跑了 大家分头找 武魁也来帮忙 终于 快到少奶奶的娘家时 武魁找到了少奶奶 少奶奶被父亲送回柳家 父亲说 别起邪心 你爹花了柳家的银钱 你得认命啊 女儿 说完 再跟柳太太陪礼 你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活是柳家的人 死是柳家的鬼 我把话说死 她逃一百次 我送一百次 柳太太便送了亲家 几斤豆腐带回去 这事就算过了 只有武魁还不放心 她半夜去找少奶奶 劝少奶奶放宽心 别再自寻短见 她说完要走 少奶奶却叫住她 你就不能正眼看着我说吗 我也不认说 没这个 你纱 mud 不知道 她说 tipping 你跟ihn 宋奶奶 宋奶奶 你别哭 你这一哭 刘太太会听见的 宋奶奶 无愧 我不做两家少奶奶了 我不做两家少奶奶了 你打我走吧 无愧 少奶奶哭得伤心 武魁忍不住抱住她 可她却又用力推开武魁 武魁愣了愣 这件少奶奶重新走来 扑进她的怀里 这晚 武魁在少奶奶房里留了很久 第二天 武魁无心干活 只想坐在窗前看外面 外面有少奶奶经过 满面红光的 与以往都不一样 马嫂看出端倪 提醒武魁道 小心看瞎了一眼 做事可得知道深浅 少爷过季日 武魁赶车送少奶奶和丫鬟去庙里 到了庙前 少奶奶和丫鬟进去 武魁等在外面 旁边有个算命的正在闲坐 见武魁有心事 便给武魁镶了一面 凡事需谨慎从事 这个女人占不得 回去路上 武魁一言不发 只拿黄牛出气 也就从这时起 武魁开始逼着少奶奶 少奶奶发现了 来豆腐房问武魁 武魁只好说 是她自己不好 我怪你了吗 我 你是个男人 少奶奶 不要逼我 我是畜生的 少奶奶回到宅里 坐在饭桌前 听柳太太说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我守了二十多年的寡 也是从苦水流熬过来的 我懂你的心思 人哪 活着一辈子 最要紧的 就是留个好名声 吃一点吧 我不舒服 少奶奶不吃饭 柳太太也不生气 直命马嫂 把饭送到少奶奶房里 马嫂送了饭 也劝少奶奶 尽好就说吧 少奶奶忽然把饭 再全部掀到地上 起身朝门外走去 柳太太命下人 关上大门 少奶奶还要闯门 却被下人们给扭回来了 五回在豆腐房 替见少奶奶的挣扎 心里难受 自来想去 还是半夜收拾东西 准备连夜离开柳家 可刚出门 就看见前面有个人拦着 正是少奶奶 武魁停了停 继续往前走 武魁 你不管我了 是你把我背来的 你得把我再背走 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无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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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逼我死 我都跟着你 这时 大门突然打开 柳太太和下人们全都出来了 前面的路上 又来了很多拿火把的人 念你为柳家还出过力饶了你 滚出鸡宫站永远也别回来 少奶奶被捆了 五回则被逐出柳家 因者大罪 等待少奶奶的将是家法族法 考虑柳太太帮她求过情 说她入了白风寨 还能保持清白 因此免其意思改断族根 促其从一而终 少奶奶的族根就此断了 断了筋 少奶奶 就收心了 我守了几十年的寡 她怎么就守不住呢 五回在野地里过了一晚 过不安稳 于是天刚亮 就往白风寨赶去 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地方 可到了白风寨 却发现寨子已经毁了 到处都是尸体 唐井也被吊死 大火烧着门楼 只有一匹马还活着 五回跪在地上哭起来 眼前能帮她的 只有满地的刀枪武器了 一年后 五回回到鸡公寨 在她身后 还跟着一大群毒匪 浩浩荡荡地闯进柳家 下人们都吓了一跳 柳太太冷冷地望着他们 却没能说出一句话 五回撞开少奶奶的房门 只见少奶奶被关在房里 劈头散发 手上带着锁链 两脚走不了路 只能在地上爬 五回让人开锁链 马嫂立刻过来把锁开了 五回这才回到弟兄们中间 卸下腰间的绳子 兄弟们动手把绳子 挂在柳太太面前的横梁上 给他留个诠释 柳太太死了 五回将少奶奶背出激公寨 离开时 柳家已是一片火海 至于柳太太 她被葬在不远处的阴阳坡 坡上立着可小小的贞结牌坊 接受激公寨父老的年年扣拜 这是黄建新导演的电影 《五魁》 根据贾平鸥同名小说改编 1994年上映 五魁从土匪窝里救出少奶奶 却同时把少奶奶送进了火坑 跟着土匪没自由 回到柳家守火馆 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 生命中但凡出现一点小错 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柳太太能守贞结一辈子 因为她有儿子 余生还有寄托 可少奶奶没有这样的退路 何况 她本就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 迎亲时 可以大大方方露出脸庞 碰到土匪 也可以大大方方牺牲自己保全无愧 这样的人注定关不住 管不服 有胆子对一切不合理说不 少奶奶的悲剧 很大程度在于 她是个女人 就算有心反抗 也怎么都敌不过 那个时代对女人的束缚 必须恪守真解 必须从一而终 哪怕丈夫是个死人 也必须拿一辈子来陪葬 否则就坏了名声 一个人力量有限 她需要五魁救命 五魁是个男人 虽身强力壮 但对少奶奶来说 她却只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得住 用不上 这才是最可怕的 女人被规矩困住 男人也不敢越过规矩半步 那一夜过后 五魁后悔了 她首先想到的是自保 是回避 是逃离 结尾处 脱胎换骨的五魁 以土匪头子的身份 背着少奶奶离开柳家 少奶奶终于被救出火坑 但这并不意味着 未来的日子就一定幸福 柳太太死了 败继柳太太的人还在 那些吃人的规矩还在 当土匪也并不是万全的选择 白风寨能被剿灭 那五魁和少奶奶 也可能被团灭 一切都没有改变 无非是从一个火坑 到另一个火坑 时代不变 女人没有出路 男人 同样也没有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 下期再见